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问一下到底真正的案情有哪些疑点 他怎么破解 他应该是关键证人 同时在金里亚持续带你来关注的是 柯文哲真的知之了吗 据说现在民众党是小草变小葱了 赶快为您介绍 来前面现场的来賓邀请到 自认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签新市警官高仁和 阿官好 大家好 一只狗破案 没有那只狗的话找不到人 邀请到国民党立委议员之 阿官好 同志好 以及专人作家吴坤玉 阿官好 大家好 自认社会记者陶万昌 阿官好 观众朋友好 邀请到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 阿官好 大家好 好 稍后马上问您 细讯连线高大成法医 法医您好 大官姐您好 好 虽然已经破案 但仍然疑点从从 都会在台疑点 不过这起案子 真的是震惊社会 又是发生在母亲节 对啊 那个母亲节 那个发现 悲伤母亲节 对啊 而且是三个人 而且这个从老的 一般的就是他老婆 还有一个小的 小孩子 这三个人被害死之后 竟然在家里面 被捆起来 用棉被包裹嘛 对不对 捆了至少七天以上 就表示说这个嫌犯 那时候跑掉的时间 往前推的话 他在里面是半屍了五天 你就知道说 这真正恐怖 你半屍你看阿官听到 去跟他们顺略 这是不是很恐怖的一件案子 我真的 这个刚好是最近 不是有在那个什么 废死的那个大法官 要视线嘛 对不对 看看 这个还能够废死吗 只能让大法官看一下 这种能不能 是不是也能够逃死 对 因为这个怎么样 就是因为这个死者 这个是三十二岁的一个女生 对不对 因为他在前几天 他的姐姐 就一直联系他妈妈 跟他妹妹 一直联系不大 都觉得奇怪 电话都不通 可是电话不通 很奇怪的是怎样 他每次只要有讯息过去的话 都有人会回讯息 而且回讯息的话 那就凶贤回的 凶贤一人分事两脚 一人分事两脚 他就是要延迟这个整个案发 被人家试破 整个事情发生 所以他就回讯 那这样最后真的动不掉 因为他这个凶手的岳母 他就是一直跟他的大女儿讲说 手机失去 没法通电话 可是就可以用讯息 对不对 可是久了之后真的会起疑 为什么完全电话都不能通 而且你不是要去换 现在换手机很方便 是 对吗 你在通讯行什么东西 电信公司换一下 马上买 看喜欢哪一支就有了 因为手机信卡便便 对 你就这样没有办法 后来就真的受不了 就开始去他家 找人家去开锁 开了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已经死了 已经都死了 这应该是预谋犯案 这很错 我是觉得这一定是预谋犯案的 对不对 你看他杀了这个人之后 他自己又跑掉 而且他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那个更夸张的是 他胸前被抓到之后 他说你半死五天 而且你为什么要跑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 你不赶快当时 对 你当时为什么不跑 他说他在思考未来 你听得到你会去死了吗 思考未来 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吗 思考他和那只小狗的未来 我真的很觉得这个男的 真的很狡猾 包括说他死掉之后 他还找了洗鱼缸的工人 来洗鱼缸 那这个等一下高百医可以讲 为什么他会洗鱼缸 其实说真的 他就预留一个伏笔 他觉得说 我不知道会死掉 我一直以为是鱼发臭 对不对 那他觉得说 这是撇清一个行者 我不是故意 像刚才阿冠觉得说 他是预谋杀人 可是他觉得说 我没小心臭手打死 我不知道会死掉 第二个更夸张的是 他竟然杀死人之后 他还可以用他的讯息 就是死者的那个手机讯 回那个单 回他姐姐的那个讯息 就表示这就是在拖延 整个方向 而且说实在 他抱着这个狗 故步移政 对 而且你看 连共移送到警察局 地检署 他都破那些狗猎 他其实蛮冷静的 对 其实他 这不叫冷静 他叫冷血 他感觉台山的人 事无吵戒 他一点都没有 可是你看 人命事无吵戒 但是狗命 笑命 笑命 问题是他就是让法官看到说 你看我连一只狗都珍惜生命 你以后在判刑的时候 不能判我死刑 我的良心 还没有未免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看 我对狗 小动物都这么的爱护 会不会是这样 我不知道 可是你会觉得 这个写判从头到尾 他觉得杀了三条 人命对他来讲的话 他一点都没有感觉 好 我们现在马上 为您吸血连线 告达成法医 法医你好 张姐你好 好 法医人是抓住 但是仍然疑点重重 他说他是徒手掐死这三位死者 真是这样吗 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因为今天如果他有下毒的话 这个身上 这个死者身上的趋势活不了 比如说你心目 死者身上有独悠的时候 你去哪里吃的 去不会有那么多 当然我没有去现场看 我不知道去 所以他应该是徒手掐死的吗 但是据说没有明显的外伤 没有热痕 没有 这个是因为已经死了 一个礼拜以上的话 你不容易去检查出来 我认为你要仔细检查 这个死者的蛇骨 跟甲状狼骨有没有断 尤其甲状狼骨断了以后 他会再回弹了 所以你以为没有断 其实他是断了 这个就是 解剖的重点 然后再看看 这三个死者身上 的肺部有没有肺气肿 如果有 就是自己死亡 不要观想说 暖子 看不出来没断 尊散 当然我要怀疑 他有没有下毒毒藥物的问题 有没有下毒 去清那个宜缸 这个清宜缸真的是一个重点 是不是 他有怎么在宜缸 先讨计的那些计划 那宜缸里面有 清化货 清化庫 所以已经穿到清理 他不会说 一些清化庫是在的 我也有感觉 也有可能是这点 当然 他那个丁丁大哥讲的 丁丁大哥讲的 是没错 他可能就是说 都会来炒鱼 我也做是鱼炒鱼 所以我叫他来清理店 这个肯定是有没错 但是最重要 我认为 虽然身上的丝斑 是从樱桃红色 但是自喜死亡跟养万能中毒 还有冻死的 也都是樱桃红色 这个不太容易区别 所以我觉得 看这个死者 三个死者身体里面 的那个会有没有会去腫 这个才是重疾 尤其他都是 因为我们用掐的话 是 脱骨断 用手肘 手肘去扭的话 会假装囊骨破 骨折 如果他用那个棉被 或是枕头 去污 污这个 污这个死者的话 那就污死了 他会被刺 刺刺的话可以在鼻子 还有在那个 口腔黏膜的内面 内面发现除血 然后再加上 那个黏膜有牙齿的硬能 就知道 这个是压迫性的造成自己死亡 好 当然这牵涉到他到底是预谋方案 还是临时起义 这也很关键 而且阿关姐 我以前在差不多25年前 也曾经碰过一个案子 就是有一个工程师 他50岁了 他太太刚好癌症死亡 结果他觉得说 人生没有意义 可是怎么知道 去认识一个 那个洗头的小妹 就是美容院里面的一个小妹 22岁长得很漂亮 他已经50岁了 两个就叫好起来 可是这个阿美安 只是要他的钱 把他做工程师 20几年的工程师 2000块的厨具 在半年内把他挖光 然后又要求他要 再买一台电脑 十几万的电脑给他 然后这个工程师觉得说 慘了 这个小妹一定没有把他电脑 他一定不会跟他在一起 他先把家里两个小孩 也是一样 把他把他掐死以后 本来是要 用毒把他淘洗 就是两个小孩不吃 一个是智障 虽然是智障 也是一个是小孩麻痹 但是都不想吃这个药 所以他不得已把他掐死 掐死以后他把他放在 放在床上 又没被盖子 然后叫那个小妹来 然后叫这个小妹 小妹一直跟他要那个电脑 他也是不得已 又把他掐死 掐死以后他又把这个小孩抱到床上去 三四个人同睡的床睡了一个礼拜 也是早上五拜 我们送到他们 报警的时候 我们去看现场的时候 因为他在大楼 那里面 真的是凑到你不敢进去 所以没有办法 那个情景就用高粱酒 泼那个地上 让他不会有那个味道 然后再点香 点香 才进去还是味道很重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隔天解剖的时候 没有人敢进去了 因为三个都腐败了 都拌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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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只好也是忍着就解剖 也是很紧张嘛 也以为他下药 所以从头开始剖 剖头以后没有味道 没有那个 那个杏仁味也没有 蒜头味 所以知道这个不是中毒死亡 所以在解剖的时候 就看到会有弃种 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个真的是自取死亡 这个案子也是一样 也是死了将近10天 是 来解剖的时候 所以 做这个解剖工作的时候 你如果不小心 而且味道真的会让你降死 真的是很 很一个很辛苦的一个 很辛苦 一个工作是没错 但是我也不敢否认 会不会是清化物重土 但是 从他身上的区域的程度 还有 还有那 因为 因为什么讲 因为他那个 毒药物猛就等于是预谋杀人 所以可能最会见重 是 会不会搞不好 他这个家伙真的也不敢 扯的也不一定 但是区域的程度 我觉得不太像 好 我刚才谈到 他到底是预谋还是临时起药 一方面是 他到底怎么死了 这是一个关键 第二个 鱼缸也是重要的关键 那么刚刚谈到了清洗鱼缸 法医 有可能他是为了 等于是说 谢泽 谢泽说 我不知道人死在里面 那个臭味是 鱼死掉的臭味 人死掉的臭味 特别是三命 三条人命 在里头五天 那个臭味跟鱼死掉的臭味 应该差很多吧 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之后 我们不知道差多少 是我们有经验的 才会知道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所以如果要用鱼死来掩盖 我觉得是没什么可能 好 谢谢 法医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 不过这一次呢 有很多关键 让这起案件能够在17个小时破案 其中有一个因素是据说 警察他们去城隍爷 城隍妙拜拜 城隍爷不比 因为很多案件 其实我从警到退休 到现在为止 你们真的可以发现到很多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科学解释 对 没办法科学解释 那碰到瓶颈的时候 求助我们 不去求耶稣 阿拉上帝都没有 都去拜拜 每一个警察都 都是去苗屋拜拜 但这一次 他们其实已经锁定了这个女婿 然后他们有一个叫做英文 英年小队 专门就是调监视器的 其中叫石村吉 这个我们的学弟 他很认真在查这个凶嫌的时候 是 没办法断线 他只知道他搭车 搭高铁到台中去 但在台中那时候断线 断线要 他们一伙人 几个警察 就在地的庙宇 在地那时候又在指挥宫 指挥宫一拜也 我们看他报导是三官大帝为主 来宾就有陈皇爷 三皇爷 他们就跟他拜头说 拜了就是要拜陈皇爷嘛 拜陈皇爷 陈皇爷好像阴间警察嘛 就拜完之后 没几分钟而已 马上就找到那个凶嫌坐的白牌车的踪跡 他拉了一台小小的那个粉红行李 小行李箱 手破一大口 马上就锁定他 到他去租的那个日租套房里面 当场就把他逮捕了 这一天 你要说悠然也是悠然 你要说身份给你保庇 也是身份给你保庇 我又公平也是一天 2017年的12月10号 那一天在台64线到新庄 新庄这一个案子 我也说很离奇 很多没办法解释 他就是有一个棉被 早上10点多 一个棉被裹着一个老妇的尸体 那个尸体 可能全身就是 整身份滚棒瘫的 脖子上有那个水管的热痕 但是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谁 死者是谁不知道 没到十分钟 带队官马上接到 那个分局长的电话说 刚刚有个名义代表 卡电下来 说他老婆失踪了 马上叫他那个儿子跟媳妇来 他一看到这样 现归来说这给他妈妈 知道妈妈死掉了 但是 可是那个台六十一线道 他回到过去 要去哪里找的监视器 顧問就没有 完全都没有人证物证 什么人事实地物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分局长就去 隔五百公尺一间土地公庙 土地公庙就跟他拜拜 说我们现在已经发生这个案子 看有没有机会让我们突破 第一个身份已经不晓得是 无名师十分钟后 主动自己知道身份了嘛 第二个 土地公庙拜完之后 他居然刚好他对面有个海钓厂 海钓厂都有监视器 那监视器本来假设说 我要找我的大门 就是我们去大门 是 他在发生命案前一个礼拜 刚才清洁打开大扫书 一个无头后宫 吐到监视器 吐到监视器了 刚好找到那个 气势的那个车子 就是本来不会照到的 根本照不到 假设他要照A的地点 他们平常的海钓厂里面 他在那里面面 那面面 叫 靠外车 外车 外车 外车外车 外车外车 看到一台车 这台车后到又打开 后到打开 又把问题都摸下去 就锁定这部车了 那锁定这部车之后 就循着下一个监视器的入口 去找到这个车号 也是一台白牌车 这个白牌车的车子叫 许志明 许志明 警方马上抓到他的时候 就跟他讲说 你气势这个部分 他说怕事也不会出口 打死不认 不承认就对了 他怎样有可能的事情 这些是荒椒野铃 没可能 没有监视器什么 怎样有可能 没性命 结果 他查出来之后 他是因为他跟死者 有租车户 还有跟死者有借贷 死者就是这个老妇人 给他偷钱 偷钱 财务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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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打死掉就撞下去了 那个球棒 撞下去了 那个水管拿起来 就把它撞死了 撞死之后 就民被包裹起来 再把它弃死了 这个案子都是明明之间 你说你今天 完全没有任何的线索 其实警察太多 这种求诚论谱的 不是美举的 那一时也说过什么 但是像这次的案子 你也是 我们没办法解释 他就求了陈皇爷之后 马上就找到线索 这个我们也是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对了 换唱 这次因为监视器很多 那个画面多得不得了 第一个找到人也不容易 你不要以为 现在有监视器 就一直找到人 要有它的特殊特征 比较容易锁定 这次就是因为 凶贤爆了那只薄梅狗 所以糯米这次 为什么爆红 因为它是关键破案 关键 那么很多案子 在查监视器的过程当中 其实特殊的特征 经常是破案的关键 这一次 这个凶贤 他抱着他那个 活梅狗 糯米 逃亡 那其实他这个行为 是蛮高调的 以逃亡来讲 我们最常用的是 变装逃亡 你要低调 你不要引起外人的重视 是 他穿的服装 他使用的那个宠物的背带 这个都是有牌子的 很容易辨识的 而且在抓他的时候 听说那天抓他的时候 他那个薄梅狗 还很激动 一直帮帮叫 让警察更容易找到人 本来就已经锁定他了 所以薄梅狗是协助办案 对 那个薄梅狗 因为他这个狗比较 小型犬比较神经质 所以他一天到晚乱叫 很容易找到他 不够够够 那这么够够是很够够的 那你讲说 以警方掌握这个特征 来找人的话 你看像去年台南 有一个枪击案 两个做那个当铺的 因为有金钱纠纷 是 这个一个姓谢的 这个凶险的就开枪了 没有打死人 打成重伤 他在逃亡期间 因为他的特征太明显 他的脸型 他的发型配合起来 简直是像在脸上写一个 大大的英文字母M一样 所以你走到哪里 很快会被人家掌握到 M 对 屏东还有个案子 也是很妙 其实这种类型也很多 他那个脸的特征太强烈 太明显 屏东有个案子还蛮好玩的 一个中年大叔 偷了两张椅子 那偷了之后 结果他自称是 捡到废弃物 结果人家是只是摆在外面 并没有要丢的 这个会构成窃盗 窃盗 那这老兄他长了一脸火云斜神的那个样子 火云斜神 他跟火云斜神没有两样 就是秃头有一点散法 那警方看到监视器之后 很快就找到他了 像这种都很容易破案 我们再讲说 抢银行在台北市 或全省都不要抢银行 还有一个 大概在2002年开始 我们台北市出现了这个雨衣大道 专门针对金融机构 特别是邮局银行的运钞车去刑抢 他是带枪刑抢的 也有商人 虽然最后抓到他的时候 他认了几件 有的说他是警方栽账给他 他没有认 反正他得手了好几件 对 但是当初抓到雨衣大道 其实归功于松山分局的刑事小队长 吴从雄 因为大家都在比对录影带 结果从雄这老兄就很细心 也有那个灵感 他怎么看 他觉得这个涉案的人 这个人叫王渊 你看他长得这个样子 这么粗壮 他那个穿个雨衣 上半身很粗壮 那么他在走路的时候 就是好像类似金刚那个架势 这一点被吴从雄这个小队长 灵光一闪 他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练健身的习惯 所以他走路有特殊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特征 对对对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征 是因为他有一点长短脚 那么他特别跑到旺华的那个鞋垫 去定制了高低不一样的鞋子 虽然是同一双鞋子 但是因为长短脚 他要两只脚要踩平 那根据这些种种的特征 最后锁定到这个涉案的这个人叫王渊 那个时候事后我们有问过丛雄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厉害 会比对的出来 因为他也认识很多健身的朋友 他就后来回想 为什么每个健身的练的 那个身材练得很魁梧的 走路都是像个那个金刚一样 很威武雄壮 他是从这个特征 逐渐去扩大线索找到网渊的 好所以这个特征很重要 但是鹰眼也很重要 如果不是有厉害神力鹰眼 也没有办法一眼就看出来 这次是靠我们的鹰眼神探 对这个叫做石村级 石村级其实是因为 因为我们是不是有个鹰眼小组 那个是新北市警察局长 那个廖迅诚有没有 他就把各分局里面 就是查这个案件 尤其是在监视器方面上面 很厉害的 以前曾经破过很多案子的 有这个专长的全部把它挑出来 就是一个任务编组 变成鹰眼小组 变了一个鹰眼小组 对一个鹰眼小组 就是说现在里面最厉害的教官 叫做石村级 因为石村级说真的 石村级这个人 以前他在蔡姐在做叫卖歌 做叫卖歌 卖了十年 他说做叫卖歌 做叫卖歌现在去做行司 他要靠警察 靠下去对不对 叫卖歌 他说这一十年叫卖歌 看起来好像跟警察没什么关系 对 但是你说做叫卖歌最厉害的 要看透人心 你知道吗 人无数 对嘛 他说很多人一直在叫卖店 很多人 你来看这个 哪个是火 火就是被人家 他来买 谁有可能把你包过 就是整个都把你包起来 跟你采买 买单 所以他就要看清楚 这个人心 从长相都可以看出人心这样 这么厉害 对 所以说实在话 这个人其实 我说石村级 他厉害还不止这样 他像破过很多答案 对啊 他有点灵异体质 你知道吗 台北县 新北市 新北市最近这五年的大案子 几乎都有他的影子在里面 包括那个馆长抢起案 他们很厉害的是怎样 有时候现场 现在作案都挑那个 没有监视器的地方 作案对不对 是 可是他很清楚 他就是把这个道路的前后 有没有 连起来 他就开始从外面 就开始画一个区域之后 就从那个点开始找 找了之后一定会找到 一个嫌疑人对不对 他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人嫌疑很大 就把他列出来 就即便发生事情的 当下的那个地方 没有监视器 他有办法透过周边去连结 去串联 去锁定嫌犯 因为他去现场看说 你有可能作案之后 你又往哪边跑 对不对 你不可能找大马路跑 对对对 从巷子里面 对就开始找一些巷子 就开始找 找的人如果那个时候 尤其是做案时间 人很少的时候 突然有个人 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 从那边跑过去 这个人就列为最重要的 那这条线就确立了 确立几条线之后 分下去给其他阴影小组的人 继续追踪 但是他那个找查的功夫 也很厉害 你想想看很多嫌疑都会变装 这有法度 变装现在没有用 变装现在你只要在 现在监视器大概说 30到50公尺 就有一个监视器 你只要找到他的身影之后 你接下来变装 下一个监视器 他都知道你在哪里变装 因为你衣服穿起来 身形看会出的 对对对 你看他的身形 走路的姿态等等 而且那个神社会慌张 对不对 那个都看得出来 像这一次这个 就是因为他一直抱着狗 不是那个太明显 这一次这个太明显 对啊 你说很老板就对 不管 其实这个石村脊 还有一个特点 我刚才讲说 这个人他有领域体质 你知道吗 就像他之前 他办一个那个私信 钱庄大亨的案子 说真的 除了阴影很厉害之外 你知道这个案子刚发生的时候 他就已经 他那天回家在洗头 水清枯 水清枯 突然间有丝臭味 家里怎么没办 一块家里有丝臭味 我们上次刚才不是问了 那个高百一吗 鱼缸的味道跟丝臭味 你其实跑过新闻 或在现场看过的时候 那个丝臭味 基本上鱼缸的味道差很多 对啊 所以他想用鱼缸来遮掩 鱼缸的臭味 如果三分的话 丝臭味大概十分以上 而且丝臭味还有一个特点 你吸进去鼻子里面之后 久久挥之不去 你怎么睡就睡会清晰 所以你跑过 我说跑多勒 拜托 白小燕那时候 实体够起来 我第一个屁在头前看 对 不是啊 那个丝臭味真的很夸张 那个味道真的粘在衣服上 干什么 真的是去不掉 你看那个食唇级 他就在洗头的时候 洗一洗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 奇怪 怎么辛苦 开始变得有丝臭味 而且他感觉 怎么看都没人 家里面没人 好像有浴室 可是他又感觉到旁边有人 你有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 你都会有一个感觉 那个影子 对不对 可是他看就是没有人 这些经验我都没有 想说没有 不要有 真的会很害怕 讲回来他的阴影 他厉害到什么地步 他就开始把那个监视器 画面开始找 对不对 是 可是找都找不到 可是他就开始往前推 他推什么你知道吗 他就去他家里面 把那个死者 就失信这个钱庄大案 家里面的发票 全部拿出来看 看发票 对 发票 很多案件破案是从发票 就是表示说你最后停留在 你最后消费在什么地方 哪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有可能是一个地点 而且听说这个凶手 他发票的经历都多很多 都照时间顺序 都摆得好小 对啊 因为做自账的 自账这个一定要做得很清楚 跟做账有感觉 好啦 那最后一张 他就发现说是在宜蘭撞尾 你知道吗 他就开始去那边查 果然查到说这个死性 沉重大案 曾经有在那边消费过 那他就问那个 那个顶好那个超市有没有 你们这个监视器可以 拍得到 可以保存多久 他跟他说可以保存半年 哇那个时候冰果啦 半年那就往前推 就是刚好那个 钱庄大案失踪的 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开始就把那个什么 那个监视画面 开始查查查 果然查到跟他有纠纷的 这个男的 有没有 曾经在那边买木炭 对而且是三个人去买 买木炭 是三个人 对因为第一次买的时候 没多久之后再去买第二次 换两个人又去买 所以就表示说这个一定有问题 门口车子有人接应 有人开他们去买 反正这是有共犯的 对后来抓到这三个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就真的是因为当初的财务纠纷 互相放话 就很火大 其实这个石村吉 他们那时候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所谓的灵意更夸张的是怎样 他们曾经在办案之前 想说这次买去宜蘭 所有的线索都在宜蘭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跑去 要出发之前 特地跑去那个林口 有个包工庙 他就去搬杯 他一开始讲说 这个被害人死了没有 搬下去真的心搬 他是不是在泰山 因为他的活动范围在泰山 搬不到杯 那后来讲说是不是在宜蘭 搬下去真的一杯 所以他们那时候出发去宜蘭的时候 就信心满满 这个对他们破案也很有帮助 后来就把这三个人找来之后 就把监视画面拿给他说 你们买木炭要干什么 那个其中有一个比较胆小 叫砍下去 警察砍下去 就怕下去就说出来了 他当初就是把他杀死之后 本来带到宜蘭去弃尸 刚开始买木炭去烧 要回尸灭基 你如果发现木炭不够 尸体燒不完 所以才会再去第二次 再去买一堆木炭 对 再来烧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案子就是破 就明明之中 一连串的灵意事件 让他们破了这个案子 好 这个案件 人家在持续这半中 特别是在今天要 解剖 厘清 死因 所以这个案件 我会持续带你来做关注 那么几节带你来关心 政治焦点是 柯文哲真的要GG了吗 过去曾经说 财团是刀叉吃人肉 说要透明公开的柯文哲 会不会说一套 做一套呢 沈青金不是财团吗 为什么他能够多次密会 用什么方法密会 我们来听张艺山的爆料 以前我排行程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市长有很多的 私人不可公开的行程 签公文行程 让他可以去登录 但是私底下都是建了财团的老板 面对这些彻翼网军 不负责任的爆料行为 我个人认为是 是可而止 真的有这些 什么密会啊 然后不当的对价关系 你为什么不直接拿去送检掉 好张艺山是不负责任的爆料行为 麻烦老师 我想张艺山他曾经是在民众党里面 也是跟着 甚至他曾经帮柯文哲排过行程 好像就主要就是他在排 对排行程 然后他就发觉到说 很多行程他会加一个秘制 就秘密的秘制 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会排这种 而且这个行程是说 他不准第一个随护 不准跟他走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市长 市长的话 台北市警察局有派随护跟着他 违顾他的安全 他这种行程 他都是不带随护 也不带机要 然后一个人就是单独的赴约 这个我们一般叫做单线连线 就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没有其他人知道 那好处是什么 就保密房地 所以当这个秘密行程去了之后 只有对方跟柯文哲一个人知道 而这个行程 他在那个行程上写的是私 私人的私 就表示说 我这个行程是私人行程 所以张立善说 他过去都帮他排什么 说签文件 这段时间他去签文件 都用签文件的理由 帮他排私人行程的时间 但到底柯文哲去见谁 张立善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对 他大概叫签公文 对 签公文 反正他把那个时间叫签公文的时间 但其实就是私人的 私人 拜会行程 对 那这个私人拜会行程 到底跟谁见面 谈了什么 谈多久 柯文哲回来都没有报 对不对 那就比方说 这个死无对证了 就只有柯文哲跟对方 那是什么财团 或者什么集团的负责人见面 那只要对方不讲 柯文哲不讲 这件事情就无头公案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但是现在正风处已经查了 说柯文哲确实有非常多行程 是根本没有通报的 因为我们知道 以他的位置 他身为台北市市长 他不管跟谁见面 跟谁谈论 跟谁送礼 包括送礼 吃饭 甚至有人成情 那都要登陆的 柯文哲在2014年 当上了台北市长 他就成立了一个叫 廉政委员会 这是过去没有的 他就要凸显 他当市长 跟过去的历任市长 不同地方 透明公开 透明公开 可是问题是 我真的觉得 要打着红旗反红旗 这个是共产党最爱搞的一套 说一套 做的是另外一套 所以柯文哲最崇拜是谁 毛泽东 毛泽东就是玩这一套 表面上我是打了红旗 可是我实际上是反红旗 他过去说 怎么财团就吃人肉 坑骨头 刀叉吃人肉 刀叉吃人肉 那你今天不是也在 刀叉吃人肉吗 你跟这些财团 我的问题是 他不只跟财团见面 还是跟沈青青见面 因为沈青青是有案子 要进去审的 对 他不是说 我平常跟你碰个面 大家可以交朋友 不是这样 他是现在他有案子 在争取容积率的时候 你跟他碰面 当然不行 特别是有点 此地无银三百两 就你们跟他碰面 他假装是去签文件 那一定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他要干嘛假装签文件 你就公开在市长室 跟他谈就好了 你看他现在有 跟三个财团关系密切 一个就是威京桥省 一个是星光 一个是星光人手 一个是富邦 一个是富邦 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建设公司 中华工程 中华工程 中光不是就是威京吗 对 这三个 这四个公司 跟他关系密切 所以我看到说 为什么都是跟 跟这些财团在一起 而且我们刚刚讲过 你看光是这个 刚刚讲过星光人寿也好 不只是这个 北市科的问题 对不对 大家看到了 连这个南港转运站 也有问题 星光人寿 什么时候跟科技有关 它是人寿公司 怎么会跟这个转运站 那是交通运输有关系 所以他会觉得说 柯文哲跟这些财团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而且他都是密而不宣 好 张一线是论爆料吗 张一线过去就帮 柯文哲派行程的人 他说柯文哲经常用签公文 则是个名义 来私下跟财团老板见面 特别是这一次见面的 还是沈庆经 我这样子讲 上个礼拜 黄国商在呛张一线的时候 我就说完了 阿伯要出大事 阿伯要出大事了 为什么 张一线跟我很熟 我们都是老幕僚 2014年 柯文哲 只有一人一骑的时候 那一骑就叫做张一线 他是从 把柯文哲从无到有 一路拱上 市长宝座 所以张一线的爆料 一定是有根据的爆料 因为他就是亲身 帮他排行程的人 我为什么强调他是老幕僚 因为像我们这一辈的老幕僚 都有一个习惯 即使我以后离开这个老板 是 基本上我不会去 去报那个老板的黑幕 口不出二言 对 我不见得 有时候有时候立场不一样 难免 但是我不会报他的黑料 尤其是我经手的事情 这是老幕僚的习惯 就是有些事情 我们就带到坟墓里就算了 烂在肚子里 对 可是 黄国昌一呛他 把他呛得那么不堪 说什么别人的侧意 什么东西 我跟你讲 张一线一定爆料 那爆出来一定是狠料 这个礼拜就出来 而且爆出来的狠料 可信度还蛮高的 对 而且那个行程 就是他排的 因为他排行程的人 而且他不是个案 不是就一次或两次 他说每一次见财团老板 都是用签公文 而且签公文 那只是代号 签公文是密码 他也不见得是特别的密码 很多政府单位都是这样子 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在抗争的时候 国民党的人要请那个连战 离开那个位置 要回到党部去 那个郭树春就会在连战 或蔡正元就会在连战身边 跟他说 主席还有很多公文没有签 这常有的事情 所以签公文只是一个代号 但是问题是 你刚才讲说 只有两个人知道 我刚才不会只有两个人 通常这种会 这种密会 都是有三个人 因为有一个人在中间牵线 你懂我意思吗 有一个人在中间牵线 一个是老板 一个是柯文哲 然后柯文哲通常都 他那个行车都会到一个地方 都会到一个地方 然后老板下去 然后你也不知道 他里面会谁 然后随护 随护司机 一定都没有跟 跟那个像秘书 张一山那时候秘书 他就在外面 然后他就在车上 无聊买饮料 聊天 抽烟 然后鬼混 都是这样子 然后等到老板出来 他也不讲 你也不知道 他刚才去灭了鬼 灭了鬼 他一灭了谁 讲了什么东西 然后等到后来 等到有什么事情被讲了 会爆出来以后 大家才知道说 那天那天好像是去 那个什么地方 原来是跟谁跟谁 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所以张一山 今天讲这个事情 可信度非常高 我跟你说 阿南爸爸也是有空 来 原知 不只是张一山报 柯文哲 其实经常用签公文的名义 私底下去见财团老板 那么因为现在 特别是身风处已经证实 柯文哲 有很多 跟老板见面 都没有登录的 因为过去都是要登录 他要求都要登录 包括什么送礼 我刚刚讲吃饭 什么的 通通要登录 其实有很多次 都是没有登录的 那就更可疑了 除此之外 现在还被报有三封关键性 而这三封关键性 可以证明 原大人寿和市府 不是有一份 各说各话的公文吗 很有可能 就是市府说谎 对 我先讲一下 真是造假 这个会议备忘录为什么重要 因为大家现在质疑 北市科 不是本来是T16 T17 T18吗 本来是一起标 标不出去吗 后来大家质疑说 柯文哲去见了新方人寿 以及原大之后 这是市政府说法 见了这两家人寿公司之后 就把T16 T17 T18分开标 而且新方人寿 标到T17跟T18 是用一个非常低的底价 标到它的地上去 那大家觉得说 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见了两家 就这样直接决定了 结果呢 竟然被报出来说 原大搞不好还没有见 然后原大没有见呢 因为原大总统 就是出来背锅的 对 他说没有啊 我们有一个原大的 这个会议备忘录啊 这个白纸黑字在这里 怎么可能 没有见 就是我们不是独厚星光嘛 我们不是独厚星光 但其实明明就是独厚星光 对 我没有独厚星光 因为我有见原大 你看哦 这边有个备忘录哦 这边也有一个结论哦 说希望三块分开不要 而且呢 底价要低一点哦 结果现在被提保 这个备忘录非常可能是造假 那造假的公务人员呢 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 伪造文书 尤其读 那怎么证明它可能是造假呢 我们先来看李正浩 所公布的三封关键信 对 那三封关键信呢 其实有谈到 到底我们是不是有时间 可以来谈谈这个北市科的案子 总之这三封信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来邀请你 跟我谈谈北市科的案子 问一下他们可以的时间 问他们时间 通通被拒绝 而且我看那三封信 你可以感觉是台北市政府 非常积极想要约原大 第一封11月3号 因为他得找一个人来背锅 总是要找一个人一起来讲一下 所以第一封过去之后呢 原大根本不理他 不理他 结果市政府呢 他的那个部秘书长林玉宏的秘书呢 两天后又拔一封信过去 结果隔天 原大直接就告诉你说 对不起我没兴趣 所以他从头到尾 就对这个地没兴趣嘛 没兴趣就不可能会来嘛 反正从头到尾呢 就是要找原大 做类似Sakura的角色 你知道很多维标都是这样嘛 明明已经主一他 A主一B要标了 那CDE都是来陪榜的 可是你没有CDE 人家会说不公平啊 所以原大就是那个CDE嘛 他就找原大来做CDE嘛 他找原大人寿的用意在哪里 因为他是人寿公司 跟星光人寿 他可以抵消掉那个冲击 对了 反正原大就是被人家 找来做CDE的啦 其实他已经锁定好 就是要给星光了嘛 但是你没有这些角色 人家就说不公平嘛 对对 没错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原大从头到尾 都告诉你如果我没兴趣 那他又怎么可能 在后面的时候 跑来跟你开会 开会说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北施科的案子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会议备忘录出来 所以这个备议会忘录 从头到尾这三分为什么被 就是这个李正道踢爆了嘛 他为什么认为说 这个非常关键 这就证明了那个会议备忘录 是假的可能性 是非常的高嘛 而且之前也被人家质疑过 有好多疑点 所以怎么签名不对啦 时间不对啦等等的 总之这个会议记录呢 非常有可能是造假的 不过我们回来讲柯文哲 柯文哲真的有可能GG了吗 柯文哲现在声量不断的下滑 而且已经被黄国昌取代了 甚至现在大家都说 小草 人家我们现在是小葱了 大家现在头上带的是小葱 而不是小草了 小葱现在已经完败 小草了吗 你选在那么小小的民进党中央 北平东路上 莫非呢 想要炒船借鉴 把隔壁划三文重圆区的人 吸引过来吗 注定会失败的活动 我觉得好像是故意的 好像就是要让阿比阿更难看 要去挑拨 我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啊 我觉得这种无聊的举动 可以停止啊 当初陈时中选台北市长 民进党的造势活动 不就是办在北平东吗 好老师 现在这个519这个行动是 黄国昌召集的嘛 大家现在在看到底来多少人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点 但关键是黄国昌召集的 不是柯文哲 因为现在大致冲着黄国昌去的 黄国昌现在的这个声势 不管在网路上 或在迟迟的政治影响力 当然是远远高过柯文哲 现在已经超过柯文哲了吗 深夜已经超过柯文哲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柯文哲 真的他最近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所以现在民众党有两个太阳 对 而且另外柯文哲这个太阳 慢慢在陨落当中 然后这个黄国昌在迅日东升 但是我刚才讲 政治人物有时候很容易功高震主 今天如果说有柯文哲 当然觉得他的权力受到影响的话 他当然会反噬 他可能会反扑 甚至有没有可能 但就会把黄国昌的党籍给开除了 因为黄国昌是民众党的不分区 如果他的党籍被开除的话 他的不分区的立委的身份也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你真的要小心 黄国昌现在的这个声势 不管在网路上 或在迟迟的政治影响力 当然是远远高过柯文哲 现在已经超过柯文哲了吗 现在已经超过柯文哲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柯文哲 真的他最近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所以现在民众党有两个太阳 对 而且另外柯文哲这个太阳 慢慢在陨落当中 然后这个黄国昌在训日东升 但是我刚才讲 政治人物有时候很容易功高震主 其实如果说有柯文哲 当然觉得他的权力受到影响的话 他当然会反噬 他可能会反扑 甚至有没有可能 但就会把黄国昌的党籍给开除了 因为黄国昌是民众党的不分区 如果他的党籍被开除的话 他的不分区的立委的身份也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你真的要小心 可是民众党是要靠黄国昌去选西北市 对 但是问题是现在情况还不晓得 因为现在看起来黄国昌 现在他的确有这个意愿 他有这个企图心 那我们知道因为侯友宜现在 要想的是他两年后的接班人是谁 但是他看到了现在柯文哲的倾向 这个产向 因为柯文哲现在我们看到 这几个四大必案 五大必案越来越多了 看起来是谁 是贾万安把这个资料全部拿出来了 现在只要是民进党的立法 市议员要资料 贾万安都要什么给什么 所以你看到现在监察院 也有人去检举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松小平已经去检举了 另外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检调单位已经出来了 第三个是市议会也组成了专案调查小组 所以三头马车现在同步在开 所以造成柯文哲现在什么内忧外患 外患就来自于三个地方都在针对他的八年的市长任内 进行调查 内患就是黄国昌现在看起来是明日之星 黄国昌现在已经是今日之星了 对 今日之星 那我们知道因为现在侯友宜很担心 就是说如果我卸任之后 我的继任者会不会像现在蒋万安一样 把我这过去八年来 我的市政的内容的东西拿出来 一一来做检视呢 那我们知道现在国民党的最大的可能就是李四川 可是李四川跟侯友宜一样是不合的 所以为什么你看侯友宜现在到哪个地方去 开什么市政说明会 三兵是谁 这黄国昌不是侯孟凯 也不是什么刘和然副市长 当然我们知道他本来期待是他的副市长 可是他副市长知名度太低 所以看起来现在侯友宜是希望跟黄国昌做一个合作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519的这个运动 凯在那个民进党的中央党务行旁边的北平东路举行 我想在那边举行 他选这个地点应该容纳不了多少人吧 他只要一千人看起来人就蛮多的 而且那天是礼拜天 我相信或者一些小草不去打工不去上班 可能会去 他就要展现出我黄国昌的动员力 所以我觉得黄国昌是想要取而代之 把客户者取代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们那里提出十一 他们为什么办这个活动 他们的理由是说 因为过去八年 他们觉得蔡英文的政绩 很多政界没有兑现 他们要提出抗议 那你要兑现 你要抗议的话 很简单 到凯道去 因为现在党主席不是蔡英文 是赖清德 但是我那天问了这个陈志涵 陈志涵就说 我们这个是要 拿这个来对赖清德 小与大义 告诉他未来 他未来的当时四年总统 一定要兑现政界 对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要杀鸡儆猴 但是我觉得 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我觉得民众心中都有一把尺 我很担心民众囊的519行动 到时候现场不是插小草 是插小葱 我们来看 现在小草的声量 在视为取而代之的是小葱们 看到那根葱的时候 大家要出来 看到那根葱 我下次请阿伯 叫柯文哲拿一根葱 然后到我们要去 那个号召大家集结的地方 欸 小编你们 我开始佩服我自己 小编你们很佩服我 有啊 我没跟大家开玩笑 我讲真的 我讲真的 阿伯 阿伯会亲自宣布这件事 阿伯真的会拿葱吗 阿伯之前选举的slogan是 义无反顾拼一次 据说现在这个已经不红了 现在是太离谱了吧 现在是国葱老师的名言 现在比较红的是太离谱了 还有就是 我我我欠你哦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是不是最好 都是黄国聪他的名言 对 然后现在所有的活动人 要是拿葱不是拿草 还叫阿伯拿葱 比较嗨 而且阿伯刚刚那个黄国聪 他叫阿伯拿葱 感觉还叫赛涵一样 我跟你讲 叫柯文哲哪一只 他不会拒绝的 柯文哲是你随便使唤 你说他就要做 柯文哲不是这样个性的人 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 柯文哲去台中做教育训练 本来台中党部主委 是安排媒体可以公开拍摄 然后那个阿伯生气 说给我出去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主委还说两分钟就好 我不同意 叫他们出去 有没有 柯文哲是 黄国聪都是一派就是自然 就是非常的气定神仙 不要挑拨 不要挑拨 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 因为他气势就压过柯文哲 他当然不怕人家这样做 你先挑拨不要挑拨 因为我现在快要公告证 现在根本就不用挑拨 为什么要挑拨 你现在那个什么 黄国聪出来的话 他直播的话 那个收 那个流量 都在网络上两万多 那个零头都比柯文哲的还多 对不对 零头都比柯文哲还多 柯文哲现在的流量 而且我跟你讲 北线的流量剩四五百了 有的时候 你知道柯文哲跟黄国聪 会不会涨价 跟黄国聪两个人 他的冲突早就在 他早他进来民众党的时候 早黄国聪进来民众党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你知道吗 我常讲说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一母 对不对 那两个公的怎么在 这本来我们以为是黄国聪和黄珊珊 对不对 是两个太阳 搞错了 一公一母都没事情 我跟你讲 事实上是黄国聪跟阿伯 对 你看那个黄国聪 现在都已经叫说 这次五一九 他的号召的行动代号 是拿冲 而且叫你柯文哲 你冲要抓人的 不是小草 这小草早就不见了 还在小草 你刚才看黄国聪那个影片 最让我毛骨悚然 不是他讲的那几句话 是他后面那个笑声 对 哈哈的那个笑声 你会毛骨悚然 而且还笑两次 对 那个有办过案子的 江湖经验比较多的 听到那种笑声 那个等下到笑声说起 那个我们 对 欧爹把那个哈哈放出来 对啊 你会那个毛骨悚然 你看那边 这样讲 你不觉得那个叫右肩 甘心的唱 对 很像总竟然 对 对不对 老人的事 总竟然就是爱笑 所以我跟各位讲 现在大家说什么 民众岛有两个太阳 没有两个太阳 没有没有没有 天无二日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只有 现在只有日全时 金星临日 你听过吗 所以他现在是 就会有两个太阳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只有 现在只有 日全时 金星临日 你听过吗 然后所以呢 他现在是 再下去 再这样演下去 等到五一九之后 就天狗十日了 然后就把那个 大家虽然要敲罗打鼓 主席就是虚位了 对不对 就把他敲罗打鼓 所以要把 因为柯文哲 现在也不敢动黄国聪 而且如果柯文哲的五大案 本来是三大案 现在是五大案 对 因为 这事情真的会GG了 因为柯文哲很不容易 光北京 只召唤音就不容易 而且接下来 他不敢处理黄国昌 你知道吗 因为 他如果处理黄国昌的话 民众党就宣告 马上分立 泡沫 马上泡沫 对 柯文哲的问题出在说 他不是因为害怕黄国昌的声量 所以他不讲话 而是他自己身上有案子 然后他现在讲的每一句话 都会变成呈堂证供 所以他不敢讲话 他最近很低调 对 所以他不敢讲话 都访不到 对 然后 所以只好让黄国昌自行发展 他也不敢 这个处理黄国昌 那只好任期发展 到某一个程度 等黄国昌犯大错 他才会去处理 真的太离谱了 对 对吧